1978年,越南侵略洁普战战争打响,越南当局旨在拼凑硬制联邦,称霸整个东南亚。 加之苏联的怂恿及武装支持,越南更是野心勃勃,先后入侵老挝、缅甸、泰国。 东南亚各国纷纷遭受战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对越南侵略者一路高歌猛进,来势汹汹。 对中国来说,越南对中越边境不断蚕食,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俨然是个赤裸裸的霸权主义。 中国周边的局势安全以及国民生活稳定都造成严重危险。 当时的中国,北方中苏边境存在巨大压力,并且国内刚刚结束十年动乱。 南方的越南在苏联的较缩之下,有三番五次地对中越边境进行挑衅。 打还是和谈,成为一道难题摆在中国人面前。 就在难以抉择之际,一名伟人用他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局势的准确判断,为中国打下了一记强心计。 这位伟人是谁?中国对越南的挑衅又准备了哪些反制手段? 中越开战,局势倒向何方? 为什么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能始终屹立不倒?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段艰辛历程, 让时间带我们回到1979年,解读中国诚治越南霸权主义的幕后故事。 邓小平作为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 在1977年复出以后,毅然决然地挑起了反制越南的重担。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做出了外交与对越战争双管齐下的决定。 他的高瞻远瞩让中国在歼灭外敌, 誓死维护国家安全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1979年,面对越南霸权主义,中国实在忍无可忍, 决定要向世界披露他们的丑恶行径。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 以74岁高龄亲自访问美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国进行国事外交。 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邓小平是怎样让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 又是怎样促进中方在对越反击战中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呢? 1975年,越南完成统一国家大业后,越南当局便开始放肆起来, 他们企图称霸整个印度支那地区。 接着苏联的支持,他们一方面对柬埔寨进行武装入侵, 一方面三番五次在中国边境挑起事端。 同时,越南国内爆发驱赶华侨行动,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 1978年6月9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越南的一系列问题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 并向越方公开警告。 但声明发表后效果甚微, 越南当局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肆。 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预感到必须要开始为战斗做准备了。 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便开始着手准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 邓小平同志相继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东南亚国家。 三个国家对邓小平可以说是欢迎之至。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以最高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同志, 并在新加坡内阁会议室与邓小平同志进行会谈。 会谈中,邓小平首先一针见血地分析了苏联对世界的威胁, 表明了越南侵略行为的幕后主使正是苏联, 并称苏联和越南是大坝和小坝。 如果越南成功控制住整个中南半岛的话, 那么许多亚洲国家将会失去掩蔽, 中南半岛也会沦为苏联禁军印度洋的军事基地。 反对战争的国家和向往和平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 共同反对战争贩子。 李光耀听后连连点头。 随后的晚宴上,李光耀又向邓小平提出疑问, 既然是已至此,那中国下一步将会怎么做呢? 听了李光耀的疑问,邓小平同志委婉地回答道, 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同时,邓小平还对坚卜战问题进行了阐述, 声明无论越南背后有没有苏联撑腰, 或者越苏签订友好合作协议, 中方永远不会被霸权主义吓倒。 紧接着,邓小平严肃地讲分析道, 苏联最后会发现支持越南, 战线过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中方将会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 坚决反对越南侵略者, 中方会全面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甚至会承担一些牺牲的代价来换取正义。 此时的李光耀已经隐约感受到了 中方誓死捍卫主权的决心。 1979年1月28日大年初一, 和家欢乐的日子里, 中国解放军最高统帅邓小平访美。 这是20世纪中美正式建交之后, 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首都华盛顿 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上, 邓小平同志不卑不亢的拿起麦克风说道, 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接着, 又分析了苏联越南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邓小平的直接表态 让美国总统卡特 以及在场的国务卿 纷纷对中方产生了好感。 参加完欢迎仪式并没有休息, 邓小平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一系列访问活动, 先后去了休斯顿、西雅图等城市, 还会见了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后来, 在首轮交谈当中, 邓小平开始就问道, 请问卡特先生, 你们国会中有没有法律规定, 在这个会谈当中禁止吸烟? 没有, 也许只要我还当美国总统一天, 那么国会就通不过这样的法律。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的这个州里也种植了很多烟草。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 从容不迫地掏出了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边抽边与卡特交谈, 我们认为世界的威胁依然存在, 霸权主义就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目前东南亚的局势就证明了这一点, 随后卡特询问, 是不是指越南入京柬埔寨战争? 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表示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国家的和平都不是靠祈求得来的, 想要维护世界的和平, 就必须遏制霸权主义的企图, 打乱他们的部署。 卡特总统听出了邓小平的言万之意, 当即表示美国也反对越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 越南现在的做法对世界稳定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不允许越方到处捣乱, 为了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也许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了。 邓小平慷慨地说道, 卡特点头表示同意, 但紧接着又说道, 不过我觉得对付越南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孤立起来。 听了卡特的话, 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反驳, 而是继续阐述立场。 如果我们不惩罚制裁越方, 那么就会产生更大的连锁反应, 对世界和平将产生更大的威胁。 另一些美国政客表示道, 柬埔寨民主政府已经被越南出兵推翻了, 中国对此怎么看? 邓小平非常干脆地回答, 我们不会任由越南胡作妃尾, 为了世界和平稳定, 为了中国国家安全, 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了。 邓小平置地有声, 铿锵有力, 镇住了在场的美国议员。 随后, 针对柬埔寨问题, 邓小平再次表示, 中国人民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这一边,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奴役。 为了世界和平, 中国将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邓小平表态之后, 美国总统卡特表示, 中方的行动会给全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趋势带来很大影响。 惩罚越南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希望中方能够克制一点。 说白了, 卡特是非常支持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的, 但是也不想中方把事情搞得太大。 另外, 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表示, 美国对这件事既不反对也不鼓励, 最好是中方自己看着办。 这对美国如此态度, 其实邓小平同志是早有预料的, 中方也并没有打算依靠美国。 只要美国对于此事能够保持中立, 邓小平此次的访美之行目的也就达到了。 事后, 美国总统卡特表示, 自己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很有好感, 别看他个子不高, 但却很健壮, 他很机智豪爽, 有魄力有风度, 和他交谈很愉快。 另外, 还有一位参与访谈的美国议员也表示, 邓小平先生无疑会给美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不但诚实坦率, 而且和蔼可亲, 但与其坚强, 直截了当, 不愧为出色的政治家。 结束美国访谈的邓小平来不及休息, 75岁高龄的他又去了日本访问。 与此同时, 3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在中越边境严阵以待。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 如果越南再在中越边境挑适, 将发起对越反击战。 战斗将采取以多机少, 用牛刀杀鸡速战速决的方式, 以震慑越南军队重创其嚣张的气焰。 在见到日本首相田中小荣之后, 邓小平同志直截了当, 表明中方认为对于侵略者如果不给予惩罚, 会导致一系列危险发生。 田中小荣也清楚, 中方是要采取实际行动了。 于是问道, 中方怎样看待越南与苏联的关系呢? 邓小平从容地打道, 越南与苏联签完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之后, 便在柬埔寨发动了侵略战争, 而且还在我国边境连续挑衅。 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 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说吧, 一名日方记者说道, 目前中方已经在边境调集大量军队, 请问这种军事调动意味着什么呢? 军事调动肯定是有的, 你们很清楚我们也不会掩盖。 邓小平坦然回答道, 那军队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记者继续问道, 那我们得等着瞧了。 邓小平最后强调, 中国人说话从来都是要算的。 通过访谈, 日本首相及Y5大臣们都清楚地知道了, 现在中方已经不是动不动手的问题了, 而是什么时候动手。 最后一战回到北京, 邓小平同志结束了访问, 国际上的舆论汇集到了这一点。 中国人这次不是威慑, 而是真的要准备打一仗了。 在邓小平身上, 他们看到了坚定, 看到了正气。 邓小平同志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中国人, 他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 同时也是一名军人。 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戎马生涯中度过, 他当过红军的指导员, 参与过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决策, 对越反击战他胸有成竹, 做这一系列的准备都是为了中方最后取得胜利。 回到北京, 各大媒体记者纷纷想打听中国军队的态度, 其实邓小平同志在日本访问最后的那一番话, 就已经表明了立场。 中国人说话从来都是要算数的, 出国访问也并不是班旧兵, 而是向全世界宣布, 越南的行径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东南亚的和平稳定, 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 如果越方执意冥王不灵挑战中国底线,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缓击, 中方的缓击是正义的, 是向全世界公开的。 1979年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访问文章, 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 正式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最终, 在中国领导人的正确抉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下, 中国军队在边境战场上一网无浅, 越军根本不敢与中国军队正面决战。 中国东线部队攻克高平同登, 西线部队攻克老街甘唐, 达到越南境内20至50公里之深。 越军因兵力火力不足, 战术保守落后, 导致重要战略城镇纷纷陷落。 1979年3月6日开始, 中国军队边倾脚边撤退, 炸毁越北境内重要军事设施, 并俘获大量物资。 同年3月16日, 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国境内, 战争结束。 对越反击战打得漂亮, 从前击各方国际关系的协调维护, 到一击必杀, 速战速决, 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 顽强不屈的精神。